中共國家目前擁有世界上最高的橋樑、最長的橋樑、最高的鐵爐棧橋以及一些其他之罪 而最近的一項世界記錄是港珠澳大橋更是被吹捧為中國製造撐起超級工程世界之罪 不過在如此的世界之罪背後不但隱藏巨大債務還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增加了將中共國家推入金融危機的風險 美國的橋樑愛好者埃里克·薩克夫斯基在其《關於世界上最高橋樑》的網站上統計顯示 在前10名中有8座是中國的 在前100名中81座是中國的 薩克夫斯基在對比中發現 中國每年開工約50個高橋項目 全世界其他地區加起來 每年可能只有10個項目開工 他就此評述道 中國的高橋建設數量有點瘋狂 曾被中共拒簽入境的《紐約時報》記者楚百亮6月12日在《紐約時報》的報導稱 中國超級大橋熱潮背後債務沉重 腐敗從生 報導引述批評者認為 在中共國家 橋樑及其支撐的高速公路建設項目 本身已成為一種目的 而這一目的導致積累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官員們則在項目中撈金 這些只有腐敗的溫床的功能的項目 其運輸效益則往往被當局邊緣化 報導列舉湖南省的赤石大橋說 該橋總造價約合3億美元 超過預算50%以上 修建過程還因內部起火 導致9根斜拉索被燒斷 工程拖延 但建成後的高速公路一直沒有得到充分使用 債務負擔沉重 牛津大學管理學教授阿提夫‧安薩爾 專門研究中國的基礎設施開支 他研究過的65個中國高速公路和鐵路項目中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有真正的經濟效益 其餘項目的主要貢獻是更多的債務 而不是滿足運輸需求 對此 他認為 管理不善的基礎設施投資可能會把國家推入金融危機 安薩爾說 基礎設施建設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面對經濟建設有好處 另一方面則是有害的 麥肯西全球研究所做一項統計顯示 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國經濟中占的比重約為9% 遠高於西方國家 而美國和西歐 基礎設施建設只占經濟的2.5% 事實上 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共國家從來就是官員生財有道的方式 紐士認為 無休止的建設也創造了一種自我延續的輕鬆賺大錢的機會 導致貪污腐敗 讓項目的目的本末倒置 從以往的中共反腐中就不難發現 山西交通系統他方式腐敗 河南幾任交通廳長前輔後繼 大陸媒體稱 高速路呈腐敗路 高速公路招投標中的貪腐案例更是難以勝數 近湖南省較普通廳官員中至少30人因此下臺 湖南省交通運輸廳原黨組書記 副廳長陳明憲 在8個與高速公路有關的項目中得到了3018萬元的回扣 被大陸媒體吹捧為創七項世界第一的赤石大橋 世界上主跨最長的高墩多塔混凝土斜拉橋開工的宣布者就是陳明憲 中共地方政府修建基建項目的資金來源是由中共國有銀行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提供貸款 其還貸方式依賴道路橋樑通行費 是往往車輛通行並未達到設計標準 收入不能保證運營管理支出 再加上昂貴的維修成本 完全沒有能力支付建設貸款 利息和還本 基建項目已經債臺越來越高 從另一方面看 高速路高架橋的輝煌並未給生存在當地的農民帶來絲毫利益 《紐約時報》早前就有報導指 中共長期依賴借債來刺激經濟 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負債累累 令中共陷入怪圈 去槓桿引發社會動盪 債務續增則讓脆弱的金融系統的風險增加 我們下視頻年級才能未到達